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12月23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年度记者会 在马涅什展览中心举行 作为俄罗斯政府一年一度的电视问证活动 这一年度记者会不设预案 不设底稿 由在场记者向普京总统自由提问 所有问题均由普京总统现场自由发挥予以解答 该记者会从2001年开始 在20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在场的记者人数有所缩短 但记者会时间依然延续了接近4个小时 普京总统对50多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包括了当下正处于国际焦点地位的美俄 俄乌中俄关系问题 在回答中俄关系问题时 普京总统对当前的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且在能源、航空、航天、高科技、军事、安全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发展态势喜人 中俄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 更是保证国际关系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普京总统尤其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展开军事现代化工作 装备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 而俄罗斯军工企业 甚至还在和我国军工企业在先进装备研发上 展开密切的合作 共同开发高科技武器 比如飞机和直升机等 说者可能无异 但是听者就有心了 既然普京总统在记者会上官宣 说中俄两国正在联合开发高科技武器 飞机和直升机 那么 中俄两国正在开发的高科技武器 飞机和直升机到底是什么东西 未来中俄两国在战略高度互信的情况下 还能在先进装备研发上 开展怎样的战略合作 估计就是大多数军迷极为感兴趣的话题了 中俄两国共同研发的直升机 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情况 可能是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 与中国航空工业下属直升机股份 有限公司于去年下半年完成谈判 签署研发合同 目前正在进行联合研制的AC 332行重型直升机项目 该型直升机的主要设计性能 大概是最大起飞重量在35吨左右 舱内最大载重在8吨左右 机身吊挂重量可以达到15吨左右 且具备高高原机场飞行性能 具备良好的运行可靠性和经济性 可以运输部分宽度高度较大的特化装备 估计主要技术性能对标 美国海军陆战队CH-53K种马 王仲型运输直升机 达到同类直升机的最高水平 为此 AC332型直升机在设计中 起码需要连续攻克如下技术难关 一是先进复合材料讲业设计 二是先进涡轴发动机设计和制造 由于AC332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35吨左右 考虑到同等吨位的CH-53K使用了通用电器的T408 G1400型发动机 单台应急功率高达5500千瓦 再考虑到俄罗斯米副26直升机使用的D136 涡轴发动机的性能过于老旧 因此 AC332必须要研发新型大功率涡轴发动机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中俄联合研制的AC332型直升机 将在2030年前完成首飞 并在2030年代加入中俄两国民用航空 承担起大件货物运输抢险救灾等任务 总之 AC332直升机项目 是当前中俄两国进展较为顺利 最有可能出现成果的型号联合研发项目之一 而普京总统说的飞机研发项目 大亿万倾向于认为 普京总统可能是把两国正在研发的SEA 929型民用客机项目 给当成了军用飞机研发项目 其实,SEA929项目从2017年中俄两国联合 成立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来 就是一个完全民用化的项目 主要的对标机型可能是空客的A350-800-900型 在具体的研发工作中 中俄两国各有侧重 比如中国主要负责机身、垂尾和评尾的研发发工作 电船飞控系统、部分航空电子系统 客舱和娱乐系统的整合等 可能也交给了中国负责 俄罗斯则主要研发SEA929的一型 制造SEA929使用的复合材料大役 并负责研发SEA929的另外一部分航空电子系统等 两国在研发上密切配合 在国际民航整机市场上则共同开拓 分别负责不同销售大区的客机销售工作 当然了,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 SEA929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完全可以采取所谓的军民两用发展模式 在它的基础上 同步研发如空中加油机、电子战机和预警指挥机等机种 不过,大一万认为 起码在最近十年内 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之低的 毕竟SEA929作为国际合作的产物 它的部分既在分系统 还要依赖于西方厂商的供应 尤其是它的航空发动机 已经基本确定由英国罗罗公司担任承包商 如果明改军 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法律风险 而从SEA929的研发目标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纯商业项目 主要的目标是 极占A350系列和波音787系列的市场 目的是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赚到钱 在这种情况下 中俄两国任何一国 都不会贸然在SEA929上打军用的主意 更何况 在中俄两国 已经分别研发了200吨级军用平台的前提下 靠SEA929去改为军用 完全是得不偿失 因此 大一万认为 普京总统说中俄两国正在联合研制军用飞机 大概是表述不准确 或者可能是故意模糊 中俄还有哪些领域可以合作 解读完了普京总统的联合研制军用直升机和飞机 估计不少读者又要觉得有点失望了 审马联合研制啊 我们还以为是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 新一代舰载机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呢 怎么到最后就是联合研制直升机和民航客机 其实大一万觉得 在目前中俄两国航空工业设计标准渐去渐远 俄罗斯空 天军和中国空军面临的作战环境也不尽相同 二者对同一机种的战术要求不同的情况下 中俄两国航空工业联合研制符合两国空军要求的 可以同时供应俄军和我军的主战飞机 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在慢慢下降的 那么既然联合研制战斗机不太现实 中俄两国中俄两军 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搞联合研制呢? 首先是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 这一领域中俄目前在国际上进展相当快 成果相当多 已经拿出了诸多实用型号 如俄罗斯的先锋高超音速飞行器 高时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中国的DF-17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 在具体的技术成果上 中俄两军算是各有优势 比如咱们在高升力体、承波体弹头设计上 具备相当大的技术优势 而俄罗斯在超燃冲压发动机上 可能已经从原理样机、工程验证机 进展到了工程实用阶段 优势非常突出 在中俄两国具备高度战略互信的情况下 在西方、世界多国正在开展 高超音速飞行器联合研制的情况下 中俄两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实施联合研制 共同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本 可以进一步扩大中俄两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 其次是弹道导弹预警和反导拦截领域 这一领域俄罗斯方面炒作过几次 咱们每次都不置可否 咱们也不变智慧 大伊万只是认为 在当前美军已经撕毁了INF条约 全力开发LRHWCPS中程弹道导弹 制造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发射车和海军 774BW弹道导弹潜艇的情况下 中俄两国作为欧亚大陆上真正的背靠背国家 算是互相作为对方的战略前沿 也互相作为对方的战略纵深 两国在导弹预警乃至反导领域的技术合作 其实是具备相当强的现实意义的 最近几年来 中俄两军每年都在举行的导弹防御司令部演习 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 尽管此次普京总统对外宣布的 说中俄两国研制的先进武器 大概就是AC-332民用直升机和CR-929民用客机 跟军用不怎么搭接 但是 中俄两国在先进军事装备的联合研制上 其实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而且极其特殊的是 这些装备还都是战略性装备 而非普通的战术性装备 这在某种程度上从侧面证明 中俄两国的战略利益是高度一致的